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說 目前每日一班內地跨境鐵路貨運 將來可以增加班次 而陸路運輸方面 內地司機可以直接雙貨物運送至香港 期間採取封閉式管理 在台灣由於電廠故障 台北等全台多個縣市 早上大範圍停電 全台500萬戶受到影響 停電的範圍包括台北、新北、新竹 和財中等原始內的部分區域 台南和高雄就全區停電 台電表示 南部輕達電廠早上9點左右有設備故障 系統啟動自動保護措施 造成南部地區停電 而全台電力系統受到瞬間影響 引發中北部多處停電 內地新增54宗新冠病毒本地個案 另外有130多宗由香港輸入的病例 廣東發現85宗來自香港的確診 和無症狀感染個案 深圳佔37宗 另外深圳口岸辦通報 星期一再有21個跨境貨車司機檢測呈陽性 上海和北京分別有45宗和6宗由香港輸入的病例 而廣東本地疫情持續 新增28宗的確診病例 內忙湖北等地也有零星的個案 至於上海和江蘇新一波疫情 鎮控部門確認是涉及Omicron變種病毒 負責醫療物資供應專班的 工信部消費品工業司司長何阿琴說 內地已為香港預留充足的醫療物資 因應香港即將進行全民強制檢測 公廣物資會不斷增加 疫情危急、快速測試劑、藥物、口罩等等 醫療物資測試 領導醫療物資供應專班的 工信部消費品工業司司長何阿琴 接受本台訪問說 內地醫療物資儲備充足 目前準備第三批緩港醫療物資 已經從廣東省和其他地區 輪選合共37間 符合香港所需物資要求的供應商 包括口罩、快速抗原檢測包、外殼口罩 我們都有幾倍到幾十倍的產能儲備 我們製造業的體系也比較完備 我們的產能也很充沛 特別中國是一個醫療物資大股 所以請大家儘管放心 截至星期三中午 內地緩港醫療物資供應組 累計運底香港的醫療物資包括 超過一千九百四十萬份快速抗原檢測包 近四千萬個醫用口罩 超過三十二萬個血氧兒 二十萬盒蓮花清溫膠囊等等 何阿琴說 公港運輸通道目前已開通水路、陸路、鐵路 大幅縮短深港貨運輸時間 和增加載運量 因應香港即將進行全民強制檢測 公港物資會不斷增加 我們認為下一步可能香港對 KN95、N95的口罩 包括快速檢測包 包括廣大市民特別受歡迎的 蓮花清溫膠囊 需求量會大增 我們也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調動企業生產的積極性和力量 她說醫療物資供應組每天都和香港的商經局積極溝通 會確保香港所需要的醫療物資 能以最快速度運到香港 無線電視記者鄧潔營在深深報道 近八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在深圳完成隔離 出發到北京出席全國兩會 據了解代表委員在早上10時 陸續往安排到酒店地下進行核酸檢測後上旅遊巴 每架車大概是10個人 直接是駛到深圳機場的停機坪 他們都戴上N95的口罩、防護面罩、手套等等 在機上會分開坐 去到北京之後會閉環管理 而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一帶的保安明顯加強 港區代表委員入住的酒店 也有多個公安和武警駐守 今年採訪兩位記者 需要在會議前一天去到酒店隔離一天 亦需要提供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近八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在深圳完成隔離 下午已飛抵到北京 準備出席全國兩會 據了解代表委員 在早上10時陸續往安排到酒店地下 進行核酸檢測後上旅遊巴 每架車大約10個人 直接駛駛深圳機場停機坪 他們都戴上N95口罩 防護面罩、手套等 在機上會分開坐 到北京之後會閉環管理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一帶保安明顯加強 港區代表委員入住的酒店 亦都有多個公安和務警住手 今年採訪兩位的記者 需要在會議前一天到酒店隔離一天 亦需要提供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國際殘奧委會宣布 禁止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 參與北京東殘奧會 鑒於俄羅斯入深烏克蘭 而白俄羅斯支援行動 國際殘奧委會原本決定 俄羅斯和白俄運動員 只能以中立身份參加東殘奧賽事 但相隔不夠一天 組織再發聲明 表示多個成員表示 如果不重新考慮有關決定 可能對北京東殘奧造成嚴重後果 事出很多運動員不願意 和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比賽 對東殘奧會造成混亂和聲譽受損 國際殘奧委會說 為了維護賽事完整性 和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決定拒絕給俄羅斯和白俄運動員 參與北京東殘奧賽事 俄羅斯殘奧委會說 國際殘奧委會的決定非法 保留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 全國政協會議明天開幕 全國政協發言人國米文馬 即使特首選舉受疫情影響 推遲至到5月舉行 仍然證明新選舉制度有效 又說中央會全力支援香港抗疫 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 實踐證明新選舉制度 符合一國兩制原則 符合香港實際 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自願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提供了制度的支撐 委員們認為這是一套好制度 確實香港的疫情形勢異常嚴峻 對市民安全健康和經濟民生 帶來了嚴重的衝擊 習近平主席對香港同胞安全和健康 香港的抗疫工作非常關心 中央政府和內地有關方面 正在全力開展支援香港的抗疫的工作 我們相信有中央的堅強領導 有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 團結一心 眾志層層 一定能夠戰勝疫情 在北京外交部說 目前已經有超過3000個中國公民 從烏克蘭撤離 外交部正會同駐烏克蘭使領館 評估形勢 考慮各種因素和可能性 研究制定保障在烏中國公民 安全撤離的可行方案 目前已有超過3000名 在烏中國公民安全轉移到烏克蘭周邊國家 中方感謝有關國家被中國公民入境 短暫停留 提供便利 美國紐約時報報道 中方高層官員曾經要求俄羅斯 不要在北京冬奧會期間入侵烏克蘭 在北京 外交部批評是虛假信息 這種轉移視線 甩鍋推責的言論十分卑劣 烏克蘭問題演變到今天的這種局面 來龍去脈是很清楚的 解鈴還需吸鈴人 希望危機的始作俑者好好反思一下 他們在烏克蘭危機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英國內政部早前公布 英國國民、湖海外護照即是BNO的簽證計劃 已經有超過10萬宗申請 在北京外交部再次吞速英風 停止插手香港事務 抵達英國後卻淪為權益缺乏保證的二等公民 英方的目的究竟是保護港人還是禍亂香港 相信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中方已經多次就BNO問題產民立場 我們早已宣布 不再承認所謂BNO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 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十分清楚 英方抱持殖民舊夢 出爾反爾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我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我們敦促英方 停止插手香港事務 否則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